嘉义县长张花冠因为涉嫌向厂商索惠 地院在开庭时检察官去问包商 为什么当时陈明文不在家 而张花冠却约在陈明文的官邸谈事情 同时还问了一句 张花冠当时穿的是居家服还是正式套装 而这个问题惹恼了现场的张花冠 他认为涉及隐私有隐涉之嫌 当场要求检察官道歉 我认为正义的见不是乱看 开庭结束张花冠向教训孩子班 就在法庭内对着检察官大骂 痛批他开庭时问的问题 涉及隐涉要求盗窃 年轻检察官还真的乖乖致歉 资深的主任检察官看不下去出手制止 什么事情让张花冠这么气 原来是检察官开庭时 问了张花冠在陈明文官邸时的穿着 让张花冠觉得检察官的问话涉及隐私 我又是一个妇女从政人员 我一定要捍卫我女性的一个清白 所以我昨天才这样讲 那既然他跟我道歉了 这个事情我希望就不要再提 张花冠因为大浦美香草生计园区开发案 遭控收费三千万 二十号开庭 检察官问包商 为什么和张花冠谈事情 却是约在陈明文的官邸 包商回答地点是张花冠约的 他们两个人关系好 我不意外 检察官紧接着追问 张花冠当时穿居家服或正式套装 包商回答忘记了 但这问题让张花冠发火 当庭要求检察官盗窃 证人所诉交付汇款的地点 跟被告所诉有明显的出路 所以对证人当天的交付汇款的情形 地点以及被告的穿着 我们才会深入的去结问 检方强调追问穿着纯粹是要厘清案情 没想到去惹恼张花冠 只是地方早就盛传 张花冠和陈明文关系匪浅 这回竟然还被搬上法庭 张花冠的强烈反弹 反倒让外界对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好奇 记得猴果文包经营 嘉义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 indemое Silva